《春秋格》 我有挂藍那一件 再會把春秋格 我一直想把這個作品變成錄像 所以我把春秋格再演繹一次 再見春秋格 一二一二一二一 再見就是指說我們短期內可能會再重逢 那再回來就有一種可能依告我們會長時間的婚禮 它帶有一種節別 因為這差別就很大 那我現在我有能力再回顧我的人生 對待我三十年來的創作經驗 很深情的回眸 好好地看護自己 然後提出來再見春秋格 北部起點的基隆市 是台灣省北部的大港口 說批號也好啦 就是說我對水爽湖一直都非常有感覺 因為我成長的背景是在基隆長大的 我家的巷弄裡頭的幼岸 它就是傳統的寄女婦 然後走岸就是新興的行業就是酒吧 等於說第七艦隊住訪在台灣的時候在基隆靠岸 我小時候就看到到處就是那個美軍的水手 藍的那個酒吧女的腰部這樣漫步街頭 那時候台灣就好像我們現在看到的第三世界嘛 當一個小孩子要跟他say hello 他就會丟糖果給你 那時候整天把跟他都在跑 我算是二代教養 是哲母八代長大的 春秋格那一件作品 其實我創作的感懷是因為我的祖母過世了 所以她的離開對我相當感懷嘛 告別式的時候 道士念的那個詩 青山莫菇探檸檬 草樓紅町香檸庚 臨幾何處青山寨 縱醒南瓜望一頂 再怎麼樣的友情眾生 它壽命是有限的 對照整個大自然青山立水 它永遠是 它是短暫的 這個詩讓我體會到 四十歲的時候不惑 那我懷念我的祖母 所以我做出來春秋格 一頂半了 下半囉 八代一下剩四天的感想 剩三天了啦 扣掉今天剩三天了耶 選前四天你覺得會逆轉勝嗎 太可怕他怎麼一個人完成 變成一個魔術 變成一個魔術 我們現在比上次還困難 現在已經知道那個 不要再講了 這幾天啊 哦 不要再講了 團隊是優秀的 但是我才知道做錄像需要團隊 你看到我的录像 看起来好像很轻松 但是台上一分钟 可能台下十年公民 就是说我们在制作 这一劲到底的过程 他们看起来是浑南天成 事实上挤重若轻 你知道这刚好是颠倒的 年轻人做的东西是挤轻若重 我认为我早期 是以历史批判其身的 可是在我耳顺之年的时候 我觉得是带交替了 这个是年轻人去做的 能不狂哨就往少年 所以太阳花鞋印也就是这样的道理 眼睛没有吃到啦 我已经看得出来啦 那你要不要画一下呢 它的下眼线就是啦 它的眼帘 那个明天改良 用那个眼笔 还有浑影那个银色的 白色的 好 明天买那个东西 为什么 意大利的教练华会 会有戴面具 皮毛它是一个面具嘛 那面具本身有个 隐匿身份的功能喔 其实我的皮毛带有一种华丽 带有一种完美 你看到亲手爱的人 那个长相 那个翘唇的嘴唇 这么性感 我不予的爱情的外貌 那种想象 其实对未来国主 国家的想象 因此台湾就是后知你嘛 就是历代挣钱 来改来改去的 到了蒋家的华姐 我们才知道 我们根本不是中国人 好 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回来看 看我创造的 事解的假假的东西 你已经耳濡乱染了 那个事解 假假的 一个阳刚的精神 变成阴走阴走 假假的 我的假假 代表了一个替代文化 它不是一老有力的精致文化 台湾充满替代文化 我们的无良的商人 怎么去做假油 那都就是因为 失去了土地伦理 所以我创造很多假的东西 创造假假的视觉 其实我投入了浪漫的想象 一种艺术家 期待一个国主的想象 真的我们已经 没有地方搁走 我们必须留在这个土地 我们要对得起 这个土地的伦理 好 来 看一下地赛 好 拿起来 拿起来 好 包包 好 来 3 2 1 收 好 来 收起它 包包的收 在一镜到底里头 要把一个很硬包包的帽子 变成一个很柔软的 model 变成一个很柔软的水手的帽子 我们都必须在道具上 在道具上经过所谓机关的设计 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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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音樂準備喔 準備 好 音樂走 走 我把歷史的力道都看在背後 好像表面上我在彈愛情的事 可是他彈的其實是生命 看著多久也來 你一世才行 我說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政治體制 都會產生不同的文化面貌 那有一支台灣人很有特色的 就是在善葬文化 那這關於核心的部分就是生命信仰 我們稱為魂魄 我們的葬禮叫做喜善不分 有時候你分不出來 他是喜事而是辦喪事 其實就是在裏削那個手鈴 或者辦喪事的恐懼 對破的恐懼 你的愛恨情仇 跟我的生意死別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用這種內容 但是用台灣強烈的色彩 我要去跟世界對話 沒有任何的封攻尾 因為比他的身體更重要 不要 這個我已經跟他講過 再跟他叮嚀一次 不行 真的不行的時候就 就中途他喊就 就休息 99.9 進行 加油 天氣越來越涼 大環境對我們越來越好 要吹冷氣了 好 99.9 人家說藝術是主觀的 藝術在我看來是客觀的 它有準確度的 所以我主張無縫之縫 兩個對立的東西 中間有一條縫 好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有毛術我就有特技嘛 我在做中間那個臨界點嘛 所以我認為在地化跟全球化沒有衝突 它中間有一條縫 那一條縫叫無縫之縫 優秀的藝術家去完成 優秀的藝術家去完成 好大 將健行致敬 將台灣的美術致敬 最好的一卡 我們成功了 我們成功了 其實這個作品有一點 談到人生裡頭的物換心裡 你會覺得 所有的人事滄桑 都在舞台上的時候 透過輸送袋 就是人生的感懷 我曾長到10歲 我走過的人生 包括這個國家這個土地的關係 能夠傳達一個溫潤的生命觀 我買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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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嗎 不要 我買上去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